8月底以来大家有没有看过或听到一个民进党官员说 我们应该要对美国要求什么 主张什么 反弹什么 争取什么 没有 只看到民进党的官员大部分的不断都是美化 造谣 告诉大家 来客多巴胺 吃多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啊 然后呢 再动不动讲一些 不然我们会被全球排挤啊 会被全球歧视啊 会被全球报复 那谁要报复台湾 谁打压台湾 你说出来吗 美国只有美国啊 所以民进党不要整天拿什么国际全球这些词来忽悠台湾人 从头到尾就是民进党官员跟美国川普政府所黑箱谈判出来的恶果 狭阳自重 率受食人 那美国他有没有说过一旦台湾不开放了来客多巴胺的猪肉 他要怎么样报复台湾 有吗 美国有说过类似的话吗 也从来都没有 美国有说过他是不要跟台湾谈了CPTPP或不跟台湾签FTA 不跟台湾签BTA吗 我这段是反凤 因为美国也从来没有说要跟台湾签这些东西 所以很简单嘛 开了没好处 不开也没坏处 民进党却硬要开 可想而知只有一点 那就是好处你不能说 什么好处就是开放了毒株 是感谢川普政府在2020年帮助小英当选 而不是我们跟美国谈判的前进 是一份后屑台湾人感觉holy 这是怎么办的 咱就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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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不要